徐悲鸿的故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里 人们常常可以看见一位中国青年 在那里刻苦地临摹油画 有时他一画就是十几个小时 这位勤奋的中国青年就是徐悲鸿 徐悲鸿从小就非常喜欢美术 九岁开始跟父亲学中国画 这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有一次父亲的一个朋友从法国回来 带来了巴黎卢浮宫的许多名画复制品 徐悲鸿被这些名画深深地吸引住了 他盼望能早日去巴黎亲眼看看这些名画 一九一九年 徐悲鸿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他来到法国巴黎的卢浮宫 这里的艺术品使他着了迷 他白天或者去学校上课 或者去博物馆临摹名画 晚上就在自己的房间里进行创作 他经过刻苦练习 后来成了文明中外的大画家 徐悲鸿爱画动物 尤其爱画马 他画的奔马图是中国画中的名作 站在这幅画前 人们看着飞奔的马 就好像听到了马蹄声 他画的马为什么这样逼真呢 这是因为他除了多年坚持练习绘画技巧之外 还非常注意观察马的生活 研究马的习性 除了喜欢画马之外 他还喜欢画狮子 为了画好狮子 他曾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每天去动物园观察狮子 一边观察一边画 他无论画马还是画狮子 都画得那么逼真 那么传神 徐悲鸿以优秀的作品文明于世 他不愧是一位伟大的画家 他不愧是一位伟大的画家